曾与一阳千玺同为四大墙头的白净庭 为什么如今却落得无戏可拍 这个上台领奖都不忘求职的无业游民 是整整两年都没有播新戏的白净庭 小想当年 他可是跟新纪影帝一阳千玺 一同走在四大墙头的梯队 将时间倒回2017年左右 白净庭凭借在明珍里的出色表现 稳稳地迈进了顶流预备翼 小白于是趁热打铁 在第二年无缝接拍了三部戏 谁知拍着拍着就出大事了 按照小白的原定计划 平凡的荣耀讲职场 余晨同光谈恋爱 荣耀乒乓乓搞体育 各个数周都考虑到了 所以他在2019年只拍了一部 城池营垒 不料他18年拍的三部剧全部遭押 最长的被押了将近三年 因此在走红后的两年里 白净庭没有一部新剧续航 没有新作上映 资本就看不到你的价值 更加不会找你拍戏 白净庭作为没有签公司的个体户 既是打工人又是决策者 左思又想之后 他发现自己只能死磕踪椅 于是明珍 败兵 灌篮 他一个也不敢落下 可这样一来 热度虽然维持了 但天天在观众跟前晃悠的白净庭 也逐渐失去了一个演员必备的神秘感与新鲜感 观众记住了另外的价钱 却记不住他演过的孙一丘 李洛书和徐坦 好在此时的白净庭 还有最后一根救命稻草 下至未至里的陆志昂 这个角色因为有人设不好 让不少人对白净庭有滤镜 时不时的就会拿出来冲闷一下 谁知在2021年 却被郑大姐凭一己之力将此剧列入了下架名单 走投无路的白净庭决定拉下脸 自己出门懒活 机会很快来了 几个月后的颁奖典礼之上 无业游名白净庭放下了身段 诚恳地告诉台下各位大佬 我现在待业 有戏可以找我 这句话一出 台下了笑声一片 有人敬佩他大胆 也有人嘲笑他掉下 但没有一个人知道 坐在台下的政务阳光高层 已经悄悄要来了这个小伙的方式 之后顺势找他拍了开端 靠着这部剧 白净庭终于一雪前耻 再也没有人嘲笑他是综艺咖了 但随着他的窜红 另一个人可就遭殃了 白净庭熬了三个月 赤资几十万挑选的礼物 反手就被挂到了咸语 这就是现实版的一片好心喂了狗吗 2019年 白净庭参加了一档篮球综艺 有个队员因为脚太大 总是买不到合适的鞋子 好心的小白便脱关系 特意定制了两双名牌球鞋给他 小白怕其他队员不开心 又一个接一个地调查他们的喜好 粗略扫过去 几乎全是限定款 没有个几十万弄不下来 就连一项刻薄的虎扑论团 都有不少用户发帖夸奖说 去年周董和李一峰也送了 但两个人加在一起 也没有小白送的贵 更重要的是 这一切全是私底下进行 为的就是制造惊喜 所以在说到球鞋的那一刻 男孩子们的小心脏激动的要蹦出来了 不料没过多久 白净庭费心挑选的球鞋 竟然被挂上了某二手平台 而名称这一栏 还被卖家明晃晃地标上了七个字 白净庭亲笔签名 欧心沥血的白净庭 在此刻还还了他假衣裴摆的正品保障 果不其然 这种把别人的心意踩得稀巴烂的罪行 立马引来了公愤 有人通过用户名拔出 卖鞋的是一个姓王的球员 收鞋的那天 他还特意地发博文艾特小白 说自己要好好的摆起来 难道他口中的摆就是摆到咸鱼上吗 面对大家的轮番质问 王某灵机一动 说自己是想把要卖的钱捐了 反正就是说 如果没拜罢出来的还会是想捐吗 而这种不被人尊重的遭遇 白净庭从初到起就在面对 为什么遭到记者的轮番羞辱 白净庭却始终不敢回对一句 这个被无下线记者逼到满脸通红的锅盖小青年 是刚出道的白净庭 不少人看到这一幕都在发问 白净庭不是挺能说的吗 为啥不反击 或许是因为出租车司机的孩子 刚进圈时不敢反驳任何一个人 白净庭1993年出生于北京淮柔 淮柔近几年虽然发展得很不错 可在北京当地人的眼里就是一个小郊区 即便他就在天子脚下 但直到2020年之后才通上地铁 而在这里长大的小白 自然比不上什么格格太子 都是靠开租租车的老爸 挣点薪股钱养家 而在一个没有经济基础的家庭中 父母的任何馈赠 都容易给孩子造成心理负担 白净庭也是如此 当他得知 父母为了让他有一技之长 通拼 稀凑 借了一笔钱给他买钢琴时 小白一遍愧疚 一遍暗暗地发誓 一定要出人头地 他成名后存在的第一桶金 是给父母买了一套新房子 这份初心在他大红之后没有改变 2018年11月 白净庭的某个粉丝站 以贩卖周边为由 伺机卷钱跑路 留下了满地心急如粉的学生粉 正当他们哭诉 自己攒了多久多久的钱时 白净庭实施了三步走计划 首先派工作室出面 自掏腰包 垫付了粉丝们被骗的钱 其次跟进了流程 答应为维权的粉丝 提供法律上的援助 最后呼吁大家 以后记得理智追星 不要随便轻信别人 遥想前段时间 落马的邓某人 也在集资上出过事 但他的粉丝 向经济团队反应时 却得到了对方一句 冰冷冷的命令 你有这个力气 多去帮帮伦伦 做点别的 不要在这儿瞎抱怨 两者一对比高下利剑 小白能从借借无名 翻身成为国民偶像 不是没有理由的 好了 本期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 很感谢屏幕前的你 能够看到这里 喜欢本视频的朋友们 欢迎在下方进行点赞 留言 订阅 请不吝点赞 感谢观看